我們今次講到溝通和靈靈 先講溝通 這東西其實是人做的 不用看一看 我告訴你先看一看 就看著我就可以了 這是人生的很重要的部分 亦都是人生的樂趣之一 你想想 如果你沒有人跟他聊天 那每天都是自己得到自己 那是很辛苦的 但是溝通有很多種 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溝通 不是真的將自己去分享給人看到 分享給人聽到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介紹一下什麼意思 有些人分享 譬如他們聊天 兩個聊天很久 旁邊的三姑 他又做什麼什麼 老婆又做什麼 他們聊了很久 但是完全是沒有將他個人的感覺 他的關心的東西 他的需要 說出來的 聽完之後 好像都不太認識對方 除了知道對方 你慢慢說 都不一定有什麼朋友 因為人家都不認識你 你慢慢說 你只是說了別人 你不是說自己 或者有些人 有些人就會 他發覺真的很難跟他們有好的溝通 希望這個會幫助 我想給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研究出來的溝通 所以有一種學術性的成分 但是這個學術性 當你融會貫通的時候 是會幫助你的 透過 因為他是把你個人 表露出來 就是分享出來 那你分享出來 有什麼好處呢 他說 我說我自己 好像 我又沒什麼特別 有什麼好說 但是 人就是有興趣 跟人有相連 你不要說 我自己 沒什麼特別 有什麼好說 有本書叫做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 他說為什麼我很怕告訴你 我是誰 他跟著書下面就寫 他說 因為我怕我告訴你 是誰之後 你就不喜歡我 因為我告訴你 我是誰之後 這個就是我所有 所以很多人都怕告訴別人 我會害怕 我會不開心 你知道我會不開心 就是不喜歡那個人 所以很多人很怕 會不會怕自己說出來 但是越怕說出來 他就越沒有朋友 他就越沒有自信 那這個 但是我亦都 當然這個溝通 是選擇性的 就是 跟人的溝通 沒有理由 你第一次認識 別人就猛說 我家裡有什麼發生過 我爸爸媽媽做什麼事 就是這些事情 人聽到的時候 他會說 第一次跟我說很多話 那就會怕 就是怕了別人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 生活裡面 能夠把我們一些 很真實的感覺 和我們想做的事 我們意念說出來 是的而且令到人 覺得很接近我們 在這個研究 這個叫做 知覺論 中文翻譯得不太好 英文叫做 awareness real awareness 就是知覺性 我們個人都有知覺性 不過知覺性 又高又低 知覺性高的人是怎樣 自己不開心 直接知道 這件事不容易 因為有些人 他差不多一天都不開心 你問他是不是不開心 他才告訴你不開心 他不知道自己不開心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不開心 或者他開心 他知道開心 他知道他為什麼不開心 這個知覺性 其實是對於溝通 很有幫助 我問問你們 你們真實去想想 例如你起床 你今早起床 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你今早記得 你起床的時候 你起床的時候 你預備回來 你可能吃東西 穿衣服 過程中 你記不記得 你當時 我只是問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你有沒有留意到 當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你記得的話 你可不可以舉手 給我看看 有誰你留意到 你今早起床 不要緊的 不用怕的 有誰你留意到 你可不可以舉手 留意到 你自己內心的感覺 內心的感覺 對 內心的感覺 這個 感覺 開心 不開心 煩惱 好的 好 謝謝你 譬如這一陣子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感覺 這一陣子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很難說 有時候 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有時候會 有些感覺不是很強烈 有些是比較強烈的 我現在的感覺就是 我們已經很涼爽 好 這個就是身體的感覺 知覺 這個身體知覺 就是不同內心的感覺 內心的感覺 即是開心不開心 煩惱 興奮 不知所措 這些就叫做感覺 即是內心的感覺 那些是身體的感覺 那些是身體的感覺 身體的感覺 身體的感覺 知覺 知覺 身體的知覺 是不同的 兩方面是不同的 有些人說 你怎麼這麼深奧 即是 同一面 有什麼感覺 我很簡單 很簡單說一件事 譬如 你如果 回家發覺 有個家人訂了 假設 我不是說真的 沒有 這個不是真的 你一聽到 你 立刻 你的身體會有什麼反應 你的心靈會有什麼反應 悲觀 很深奧 會立刻有感覺 又想立刻發覺 這個呢 這個是不是感覺 這個是想 是願望 是 願望 有不同的感覺 願望就是 希望事情會怎樣 譬如 他病 你現在希望快點好 那是願望 為何感覺這麼重要 因為感覺對我們 是最大的影響力 即是一個人 在想起孩童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你會想到 事情多些 還是想到一些感覺 感覺多些 感覺會多些 影響我們 譬如家裡成長 那個過程 那些感覺影響我們多些 還是事情多些 都是感覺 內心的感覺 那這個其實 我們裡面 是有一個 即是我們裡面 這個感覺 這個世界 實在是一個 實在太美好 每一個人不同的 不是 我一室吃東西 我覺得這個世界很 這個是 這個 覺得世界很美好 這個是一個思想 思想 思想 但它感覺是甚麼 開心 開心 這個開心就是一個感覺 是好的 即是你會想到 這個世界真美好 那你會有感覺 開心 這個是好的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吃都不會覺得開心 是不是很疼忌 那你自己的東西吃 那你會覺得很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好的 這個你能夠享受生命 是非常之好的 但有些人真的 不懂得享受生命 那好了 那我正在所說的 我們能夠 這些感覺其實很重要 為什麼呢 譬如 我想你是做媽媽的 是嗎 是呀 是呀 你就是她媽媽 是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她媽媽 是嗎 是嗎 我知道 我們絕對是她 知道 哈哈哈哈 我是否搞錯 不好意思 阿蜂的媽媽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媽媽知道 你內心的感覺 是會很開心的 是的 是的 真的會很開心的 譬如有一天 正義會告訴你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會有什麼感覺 哇 如果有人說 我看到你真的很開心 那你會有什麼感覺 我未試過 未試過 哈哈哈哈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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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很開心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會很開心 會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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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新童感受 因為她喜歡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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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句說話 原來這麼重要 對 可能我們覺得 不是很重要 告訴媽媽 我看到你很開心 可能覺得 不是很重要 但其實原來 是一種影響力 如果她很多時候都說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會不會真 我會影響她 還是她影響我 我想問你 如果她真的說 我看到你很開心 對 看到你很開心 就想到媽媽 會不會令你開心 會不會令你開心 應該會 應該會 這個就是她 對你的回應 她對你的感覺 是影響你 令你覺得 我的女兒是 忠實我的一個女兒 對 對 對 很開心 對 那你見到 見到她 對 其實你現在開心 我女兒很開心 對 你那個不開心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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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現出來的 我家裡有幾個成年 我覺得我老公對誰誰 我看得沒有感到 她的笑容 像她的面部 就是你留意到她的面目表情 於是你知道她開心 原來我們人是有一種透明度 透明度即是甚麼呢 你看到人開心不開心和沒有表情 都知道那個人 譬如有東西吃 大家都很開心 那個人沒有反應的 沒有表情 他走過來吃東西 不過沒有表情 那是否會看到那個人的不同 人的透明度亦都令人覺得她有一種真實感 有種真實感 原來很重要的 你一生人中如果見到每個人都是無無表情 好像那些科幻片那些太空人 每個人都沒有表情的 如果你見到人都是沒有表情 你會覺得做人是怎樣的 沒有樂趣 很樂趣 很開心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科幻片 毫無表情的時候是不開心的 好了 這個知覺論呢 首先我們知道自己內心 然後我們能夠說出來 人就會覺得和人有一點距離 即是有一個接近 這個是溝通的第一件事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今次我很難能夠一次過 我講完給你看看怎樣去做 但是你可以開始去做 開始嘗試去做 這樣的時候 你在下一次我來的時候 你就會說我已經進步了 這樣就已經很好了 因為是要看一種新的 可能很多人來講 可能沒想過的事情 這個知覺論呢 講到有多久 是關於我自己的 為什麼我們要講我自己呢 這個不是自我主義的 而是給人感覺到我 我形容人是怎樣呢 人是很像一個方島 這個方島有個眼 有個耳朵聽到外面的聲音 有個口可以說話 但我不知道對方是怎樣的 譬如我去到一個新地方 我不知道人是怎樣的 我有手我伸出來握手 但我除了之外 我懶以口鼻的手 我感覺到一些東西之外 我不知道他內心世界 比如你去到一個新的學校 新的工作地方 你知不知道那個人 喜歡你 知不知道 不知道 直到你接觸才知道 所以我們在某程度 是一個方島 一個孤島 一個孤島 他一個島 他一個島 這個很多島 但是我們大家聽得多 認識得多 開始認識得多 越熟 就越認識得多 我認識我太太就很多了 所以我們已經不是孤島 已經是很有聯繫 越是多聯繫的人 他越是有安全感 越認識自己 又越認識別人 做人開心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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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跟人沒有關係的人 又不敢伸手出來 又不敢說話的人 就覺得做人好像 真的很像孤島的感覺 好像很大距離 所以不敢說話 糟了 出來說話 因為不知道別人是否接受 會有這種感覺 我今次這些說話 就是希望幫助大家 能夠放心 去將自己分口出來 但你根據那個人 你可以分口到什麼程度 不是鄧一鎊 什麼都要爆出來 你一定是最好的 這個知覺靈講到有五件事 第一件 就是行動 他用英文比較容易記 I act 就是我做的 包括以前 現在 過去 即是以前 現在 和將來 三樣的 我講例子 大家聽聽我講 為什麼講這些那麼重要呢 譬如很簡單說 譬如 你看到一個人回來教堂 然後你看到他很累 他又不出聲 那你就一直猜 糟了 他今天這麼不出聲 不知道是否生氣了我們 譬如他又不出聲 好像經常隨便喪氣 不知道他今天發生什麼事 是否會想很多事情 但如果他說 我昨晚要開夜 我要說很多事情 我昨晚沒有東西才睡覺 所以我今天累了 他說完之後 那你是不是會放心很多 放心 放心 你不會那麼擔心他 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氣了我 你不喜歡 是的 那你 原來他講我做過什麼 譬如你 吹完街回家 有否告訴父母 我今天做過什麼 沒有 沒有 因為怕他等一下 不敢不讓你去做 有時候有些禁止 但原來 如果能夠多說一些你的話 你那些開心的事 有沒有說給朋友聽 有 有 有沒有回家告訴父母 有 有 那是好的 有是好的 因為他覺得 可能他覺得不夠 那我今晚回去做多些 哈哈哈哈 但是呢 因為每個人的看法不同的 可能你覺得有做 但他覺得可能做得不夠多 是的 那你做多些 他就會開心 我知道 聽到你媽媽說 是喜歡你做多些 哈哈 原來我們做什麼呢 講給人家都很重要 這個是第一步的溝通 所以你 比如有時候你上學 那些讀書 怎麼困難 或者你上電腦 發現一套新的東西 很有用的 那你爸爸媽媽 可能不懂電腦 不過你說 哇 我發現了方法 幫助我做些什麼 更加有效 那你告訴他 可能他不太會聽 不過你說 我只是告訴他 我很開心 我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 那可能他會聽到 會覺得開心的 你有沒有這個習慣 將你做過的事 告訴別人 有 一時一時 一時一時 那你嘗試 就算那人跟你關係 不是最好 你說得多 他都開始感覺到 你又怎樣的人 會不會好些 會 但因為我們有時候 不想說 不想管 是的 累就是一個原因 不說 不想聽 懶 有時候不想聽 懶 懶 那我就想問你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人的關係重要 啊 因為我 現在一陣子 累 沒心機 那我就想 休息一下 人需要休息 不過如果我每天都需要休息 的時候 就是 我心機跟你說 其實就是沒心機 就是 譬如某個情況 就很有心機說 但對某些人 就不說 那就是沒心機 那我想問你 其實哪件事重要 就是人的關係 因為我們能在這一陣子 可以靜一下 黑人眼 去養神 又不想說話 如果每天都是這樣 你覺得哪件事重要 要平衡 要平衡 是不是 人的關係 還不重要 還不重要 其實我們每天回家 如果見到父母 只是她 嗨 跟著我進了房 她就知道有你的存在 不過呢 你的存在就是 又來嗨 跟著吃飯 就拿飯吃 每個人都在看著電視機 跟著吃完 就回到房間做自己的事 那時候 是不是那個聯繫好笑 那時候 那時候 家庭就沒有溫暖 是吧 還有你將來結婚之後 都一樣 有些說不是的 其實結婚不是的 我的同胃 我們很好聊的 我們聊到雞竿不斷的 結婚之後都會這樣 但其實我告訴你 不是的 因為在婚姻裡面 你相處了久 你就發覺 好像跟對方相處 有些跟爸爸 跟媽媽差不多 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 對方好像媽媽那樣 有時候 他好像他 好像他爸爸那樣 控制你 有時候 其實有些人說 很多年輕人 都說 我和爸爸和媽媽很難溝通 但我和我朋友 雞竿不知我們 都不知多少人說 如果出去縮營 整晚不能睡覺 可以聊很久 對的 就想著我們結婚之後 都會這樣 但天天發覺 原來就不是這樣 所以原來溝通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說 我們做過的事 現在在做 和正要做的事 譬如我現在出街去哪裏 說給家人聽 很好的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 不過有時候因為害怕 因為害怕 說了之後 可能不准去 所以害怕了 不敢說 所以現在可以溝通到的時候 就是有種安全感 就是能夠溝通 反正都是出街的 知道是不是會好一點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 很贊成 這裡有幾個人有這個習慣 你會說給家人聽 你做過的事 或者正要做的事 不一定會說完 不過會說一部份 起碼說一部份 有幾個人有這個習慣 這也是好的 有這個 一時時 你 好 我們知道 就試試說多一點 不是 我們在學校 好了 下一個 就是身體感官 身體感官 就是眼耳口鼻 手 皮膚 就是感覺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你說 有什麼好說 很重要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我見到你今天很開心 我見到你的樣子很開心 就是我見到你笑得很開心 對 我知道 笑得很開心 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看對方笑一笑 然後你回應 你見到他笑的時候 你有 譬如說 我見到你笑得 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他的笑容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可以說任何一句話 對 好的 到你笑了 你叫我笑得ока 多謝你笑 多謝你笑 你笑得很好 我太 frustrated 你笑得很好 nin ek 你試到沒有了 只剩下一條線 原來我們告訴別人 我們看到他們的面容 或者說我握手的時候 我試過有些人跟我握手的時候 你的手很溫暖 我試過有時又不是很溫暖 不過有些人很溫暖 那給我感覺什麼呢 很舒服 即是覺得他很潔淚 即是說原來我們握手的時候 他都可以感受到 原來我們身體的感受 譬如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將要放綁 你的心會怎樣 原來我們的煩氣有任何事情發生 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 我們身體是很自然地有反應的 會有心跳 會有出汗 會有有時會震 會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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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身體的反應 是顯示出這個人內心所經歷的事 如果我們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別人會感覺到我們內心的不一樣 即是這個講到 譬如就算一些很簡單 聞到你煮的飯很好吃 菜好吃 都是媽媽會不會開心聽到 會 一定會很開心聽到 好 繼續 原來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這些溝通就少 好像那些 有些其他不太想溝通 他們就溝通 好 繼續 第三 是思想 思想包括看法 這個很多人都說 譬如你覺得這個世界很好 因為你吃東西覺得好吃 很多很多東西吃 這個覺得就不是感覺 不是內心的感覺 是認爲 是認爲 是信念 信念 信念是一個思想 我們通常有很多思想 譬如說 我覺得做人數真好 我覺得有人數真好 我覺得有爸爸媽媽真好 譬如我覺得我太太對我真好 這就是我的 你真好漂亮 我是心情 是心情 是心情 阿仲恩很聰明 因為他一定會學到這些 是吧 不知道 OK 包括我們的信仰 是心情 但我會這樣說 我們知道聖經很多 但真的被聖經的影響 未必很多 即我們未必真的很想 然後就是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都是很重要 即是意圖 那爲什麽意圖是很重要 我想吃飯 是的 就是這樣 我想吃飯 回來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你看電影就看很多 電視 很多劇本都是這樣的 那個太太就說 你都不陪我 你都不和我一起 你都不理我 其實她想說什麽 我想你陪我 是的 我想你陪你 但是這兩句話 我想問你 你都不陪我 而且我想你陪我 哪句話聽起來舒服 第二個 我想你陪我 是否舒服很多 是的 但是 你都不理我 其實就不是說我 是說你 代人 其實那個丈夫 是不是一定不理她 不是 這是她的看法 她覺得她丈夫不理她 但當她判斷她丈夫 說她丈夫不理她 但後果是什麽 她的丈夫更加 她的丈夫更加 更加相信給她 是的 因為有時有些這樣 有時有些 有些太太會這樣 當她理她的時候 她就說 都不知今天有什麽動機 有一個又找我出街 不知想什麽 就是這樣說的話 那個丈夫聽到會怎樣 很傷心 會傷心 做又不行 沒有做又說 又不理我 你有沒有發覺電影 有很多這樣的對話 經常做又不對 不做又不對 總之是不是都說負面 原來說正面 就是 我很想你陪我 原來是有一種很好的影響 我想你和我一起做了一個什麽 或者我想和你做什麽 其實都好 但很多人不敢說這句話 為什麽 經拒絕 是經拒絕 還有 就好像覺得很瘀 好像我想你 好像我很沒用 我很軟弱 我想你陪我 我需要你陪我 有些人就不敢說這句話 但這句話是很好的 尤其我可以說 男性很難說這句話 就是好像覺得 我想你陪我 好像覺得自己很需要你 好像覺得自己很低的 第二個就是要跟他養我 女性也有時難說這句話 為什麽說出來呢 所以很多女性喜歡用扭計的方法 和她的家人 就不會說我想什麽 所以原來想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第五就是感覺 這個感覺包括有五大類 這幾個字用英文記號人記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比較容易記得 Glad 就是開心 興奮 平安 總之是好的感覺那邊 正面 正面的 二就是 sad 憂愁 煩惱 孤單 不安 沉悔 灰心 混亂 很多負面的 不是憤怒那類的感覺 第三就是憤怒 發怒了 激氣了 第四就是不怕震驚 第五就是羞恥內疚 那有些人說 哇 講給人聽我有這些感覺 好像覺得好 好像很多感覺都沒有 有些正面有些不太正面 那你說好像覺得說出來不是那麽好 我講個例子給大家聽聽 譬如有個學生準備準備考試 讀書 讀書的時候 那他爸爸媽媽過來問他怎樣 他說沒事沒事 養得很好 那他爸爸就好 那你養好 那你自己做 但是如果他說 我好害怕 明天考試不知怎麽算 不知考考到 那他爸爸會覺得怎樣 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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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 哎呀 原來你這樣 那你聽到哪裏補習 這樣 他幫忙 幫忙 幫忙 不是 他去讀書 那裏讀書 我女兒也是 哎呀 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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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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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是否正常的考試 正常 正常的 父母聽到兒子說擔心 其實不用一定覺得很大件事 或者一定需要去解決 反而他那一陣子覺得 他個人有一種孤單感 因為他考試他沒有人幫他 於是他就要他講出來 其實那一陣子你就告訴他 我沒有支持你 我覺得你很好 你很乖很勤奮 我相信你是會做得好的 給一些鼓勵或欣賞 我很欣賞你這麼勤奮讀書 其實對他有種鼓勵 他可能會做得更好 就是有時 如果他什麼都不說 你有沒有覺得有時害怕的 他什麼都不說 他什麼都不說 就是子女什麼都不說 好像覺得有種距離感 所以正面的看法是什麼 正面的看法 當對方說出一些感覺的時候 我們正面就會說 去回應他 去關心他 聽到他 立刻想 如果我是他 我可以說什麼話去安慰呢 但千萬不要說 快點去補習 這就是解決 他就會不敢說給你看 因為他講真的 你當然要補習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又要做什麼 那他經常都聽到 大堆的指示 我就是這樣做 是的 很簡單 很簡單 譬如你告訴我 你老公什麼什麼 我聽完之後 馬上在教你 說 你回家怎麼對著你老公 你未必覺得最舒服 但如果你說 我老公有些時候 我會擔心他 我說 是呀 他會覺得不開心 告訴我 有什麼不開心 是不是會覺得舒服一點 這是折納 折納人的感覺很重要 一會兒我說 折納人的感覺 折納人的感覺 不要那麼快教人 很快教人 回應他的感覺 回應他的感覺 了解他的感覺 了解他的感覺 認同他的感覺 認同他的感覺 什麼意思呢 了解 就是說 他說很害怕 你說他怎麼害怕 你怕什麼 你擔心什麼 問他 他說很害怕 他說我很努力 我都可能考第十 不過可能媽媽 想我考第一 我怕考不了第一 你知道原來他想考 他考不了第一 所以他有這種壓力感 就是當我們了解他的時候 就知道他是擔心什麼 了解他 然後認同讀書 是會擔心的 是可以的 不是 我覺得我只是幾天 打遊戲打輸了 我覺得他擔心火陽輸了 跟我們擔心班學的成績很好 是 他擔心打遊戲 打擔心就不高 是 是 是 這個 他打遊戲輸了 他放了第一位 倒輸了放了第二位 是 他是擔心的 這個是父母常有的情況 是 父母見到子女打遊戲 就會很擔心 是 你越叫他不要打他 就越打 你越禁止他打他 就越秘密打 是 他就會在被子底下 打遊戲 是 是 是 這樣的時候 其實 很多時候 怎樣 怎樣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其實 第一 就是 對他的人 真正關心 就不是常逼他要讀書 經常都說要考試讀得好 即不只是這些 關心他整個人 他講什麼都關心他 也都是 會怎樣 讓他看到他是寶貴 他講他自己寶貴 他會 可能發揮他生命的機會 更加 更加大 即這個機會 你越叫他做什麼 他可能不停 但你欣賞他 可能會改的機會 還有 如果他有耶穌 他也會 給耶穌的愛去改變 也會更加大 但這件事 但這件事 是 不容易的 通常越 越吹逼他 他就越不改 但你關心他 我又不是說 你沒有吹逼的時候 不過不要 時時都是吹逼 他就次時都會 不是這樣 即是 他就會很怕 跟我們溝通 即是我們 是回應他的需要 回應他的感覺 但我現在講 好像都 真是 很 怎樣呢 即是你們可能都會 那死了怎麼辦 那怎樣溝通 真的好像 很多很多需要 但是呢 我會告訴大家 首先你嘗試一下 這五樣的溝通 我今天不是他 和你解決了這些 兒女的問題 這個兒女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呢 我只是說 你溝通的時候 可以說這五樣東西 還有要聆聽的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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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我會不會